各位觀眾大家好 雖然我知道大家看到這張照片都不太開心 不過也要先說一說一說 穿著藍色衣服的黎智英 這單案在我們錄製的時間是在1月3日 第五日 接下來還有更多精彩的 景象可以讓大家看到 今天我做了天璣節的節目 已經爆了很多資料 不是我爆了 而是 法官 控方 爆了很多有關黎智英的 去做事 包括去求大家 去救一下他 找肥棒 幫他搜 這些情況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 但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要請大家訂閱港理台和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你的留言真的很重要 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最近真的被人打擊得太厲害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我們的廣告 這個收入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們繼續 不忘初心 和國家一樣 為人民服務 希望做到 人類命運共同體 那就最好了 說好中國的 真實故事 好了 黎智英這件事 其實我也想找一下 A君和Sky 聊聊聊有關的情況 大家怎麼看 A君這件事 由於 案件仍在審訊中 所以我們就 會有一些 報導出來 和發生了的事 主要是說這些 主要是說這些 跟本案無關 如果不是被人控告我們 我們當然要守法 你猜那些不守法的那些人嗎 不是說他 說那些不守法的那些人 好了 又要說回 就是 這件事 首先 這次 爆了很多內幕 包括了一些什麼 哎呀 有資料顯示 原來 黎智英 向員工們 稱 要向 特離譜 政府 補命 有些很有趣的說法 就說了出來 例如 怎樣呢 就去到 有一段時候 就說要搞這個英文版的 《山果日報》 為什麼這樣呢 就說 我們是要多些西人 去訂閱 令到 我們有政治上的支持 就說 我們《山果日報》 是要特離譜政府 支持補命的 所以 又不可以 特離譜 啊 他 庭上面就顯示了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都幾特別的 作為一個媒體來講 就應該是公正持平 如果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很有趣了 阿常常這樣說得好 你說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因為實際要說的東西 爆的料 永遠比我們 現在平民老百姓知道的要多的 對吧 那肥佬這件事 我講肥佬沒有問題 對吧 大家知道的 沒有問題 不要直接 去 稱呼他 說肥佬而已 原來跟很多人的關係非常深 我們看到的資料 同一位叫做郭明漢 前駐港澳洲總領事 很熟 還有蓬佩奧 那個說 我們騙人啦 我們偷攝啦 我們什麼什麼啦 國務卿 蓬佩奧嘛 REDRIPE RESTORE 那個 沒錯 還有跟彭斯 也好朋友 也好聊 還有 老乾婆也好朋友 大家知道誰是老乾婆的 佩洛西 佩洛西 沒錯 而且 Mark Simon Mark Simon 不在暗中 也跟 美軍的前副參謀長 基恩 基恩 真的是基恩 恩是因為的恩 不是那個恩 因為的恩 是基恩 也好朋友 而且 跟國務院的前資深顧問 叫做惠頓 也好朋友 還有 國防部的前副部長 旭夫為之 這很奇怪吧 你有沒有發覺到 為什麼 Mark Simon 認識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跟國防部有關的呢 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話說 Mark Simon 幾代都是C1A 所以 做開這些對外的事情 有他的connection 可能他的connection 主要是軍部 以至 就是這些 對話 不是太有好人事 你覺得很陷促 Sky 你怎麼看 是呀 哎呀 就是 串通外敵 看來看他那麼久 那麼拖廉 還有那些 不認那些 發動的那些 文章 指責我們那些 警察 黑色的 看來這些 看到都很噁心 全部都 看到很噁心 就是這樣 他叫很多人 訂閱這個 山果洋文版 想叫人訂閱 不知道有沒有訂 包括了 想叫 彭斯 亦都想叫 肥貝奧 訂閱 最有趣 還想找肥彭 去拍 訂閱 月片 不知道有沒有採取 我想應該不會採取 好了 跟著 就說 不要好像做到 柳野時報 和CNN 這樣針對 特離譜 因為 我們山果 要用特離譜 政府 支持 保命 這樣做就 不是太好 他在庭上 顯示 有這件事 我都是照說的 不過 我就真的很想 法庭那裏 繼續問一問他 什麽叫做支持 保命 而他為了支持 保命 會做些什麽 等等等等 那我就 很想知道了 當然了 當他一說之後 他的馬仔 張劍紅 就回覆說 老闆 收到 真是這樣做新聞 真是 新聞女王 這些 只是在電視劇 傳載 現實生活 就真是 很難見到 這些東西的 你叫你做什麽 就做什麽 所以呢 那些人都經常說 新聞自由 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金融講的 新聞自由的意思 就是老闆 做新聞的自由 好 那他這樣做 反而令到 有些人不滿 白癡風 在是非 那裏 沒有理由 叫人家的總統 來save Hong Kong 那麽 但是 荔枝營 就這樣 反駁白癡風 他就說 現在已經沒有其他方法 對付中共 真是 不知道他講對付中共是什麽意思呢 好了 也有很多很出名的人士 不知道什麽人士 不知道大家怎麽形容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了 English Troy 什麽 他指責中央正在蠶食香港 他怎樣形容呢? 他說中央蠶食香港就好像希特拉看著猶太人 他說中央有意港走鄉島人 他真的這樣寫,報紙這樣說,我這樣讀 大家覺得荒謬的,或者覺得有其他意見的不同意的 大家可以加一的 小心點 大家是有不同意見的 Sky 有沒有補充一下這些資料? 有些事情好像不太方便說 總之有不同意見的就用不同意見說 不如我這樣說 我發出資料在我們的愛國愛港群組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們這個見證群組 Sky 和蟻鈺 醒大家 接下來 我就要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看到1月3日的開庭 控方就透過法庭上高的屏幕 展示了一些證物 大家也知道 Apple Daily 叫AD 他有很多都是文字式的東西 還有照片就可以了 這個很重要 其中一張就是肥佬的外部政治聯繫的關係圖 而且把這些涉案的政治人物 分得很清楚 哪些是美國線 哪些是英國線 即是一清二楚 有很多西方政治人物 被指是肥佬的代理 或者是中間人 剛剛說過了 美國線包括這幾位 還有英國線 英國線 在哪裏呢 英國線 大家也知道 肥棒 也非常之重要 肥佬 即是他老闆 因為給錢應該是老闆 我也知道 所以Mark Simon 絕對是肥佬的老闆 給錢當然是老闆 茶涼玉 金庸也說過 這絕對是事實 除非你不要上班 很簡單 我給了錢 我當然有權叫你做 我想做的事 這是很正常的 除非你不要收錢 另外一方面 亦都看到 原來 在Mark的安排之下 就建立了很多WhatsApp群組 包括DCDams Martin Jimmy Mark等等 哇 這些真厲害 你看到這些字 你就知道 他們的關係很密切 我們經常有WhatsApp群組開 包括我們2019 好孩子 不同的群組 我們都開了很多 今次被人找到 哇 還不 證據多羅羅 我不敢說證據確鑿 因為這個可能不太對 但是證據是多羅羅 OK 應該很小心 還有 在國安法之後 也有一個 Jim Jimmy 就是Mark Group的群組 老實說 肥佬曾經資助過 這個基因 剛才說 旭夫為之 就參與 老美和台灣有關活動 喂 老美和台灣活動 都說201年和他有關 對不對 怎麼會沒有關係 大家不要天真 不要傻白甜 對不對 不是啊 傻黃甜 因為他們自稱黃人 他們 我們看到 他在 英文版上出 AD 別名 Jim 的郭明漢 和肥佬 其實是長期合作的 而且更加重要的 他竟然想找一些 台灣的政論家 叫江春藍 給他認識 希望 他可以從事和台灣相關的活動 哇 這些說法 是不是大家覺得這件事好爆呢 我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 哇 關係都非常之深 是不是這樣 A君 哈哈哈 和台灣那邊 以至其他那邊 的關係相當之深 好了 還有 今次 牽涉到的案件 包括了多少 161篇文章 和31篇 《國安法》之後發佈 這131篇文章 31篇《國安法》發佈 其中 也有 荔枝營 這個寫的專欄 叫成敗諾一笑 那麼 那麼 牽涉到的案件 很多人就去買 買了一百萬塊 印了一百萬塊 不是買了 這個要強調 好 今次呢 我有買 是的 拿來燒 哈哈哈 那是不買 環保 啊 不是啊 那時候和德德燒 和德德在門口燒 你明白嗎 這樣就可以 做事 道具來 冥強 這些是冥強 冥強 前 這個政務司 吳芳Happy 就是 19年3月 曾經和老美彭斯 單獨會面 肥佬禮當時 和老鼠明 一起討論這件事 形容遊說是好時機 不知好時機做什麼 就說 尋求國際社會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每個地方都有 逃犯條例 不知為何要反對 當時的事 不要說這麼多 好了 肥佬禮 指示 一仔 行政總裁 張劍紅 報導這宗大新聞 引述 前總領事 郭明漢建議 忍術 郭明漢建議 要達至最大的效果 不知什麼是最大的效果 最好在上面解釋 又會不 搞很多高規格的事情 等等等等 不知搞什麼 還要找到 那些 林榮基 那些 滾到彎彎 那些 不知說什麼 叫人上街 嘩 這件事 是不是 我不知道用那個形容詞 對不對 我這樣很小心 會不會叫做證據確鑿呢 哈哈 真是不好意思 總之有這些人 叫他們做很多事情 亦都打國際線 又有一些 叫做 Fighting on International Front FREE Trial Subscription to 這個 山歌一 煲 真是搞很多事情 哈哈 我想大家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總之是環繞著這件事去說 還有我們看到 連肥老的老婆都出來了 哈哈 哈哈 還說是老鼠 唉 但我們終於出來 都要報道一下 對不對 他出來的最主要原因 大家知道 見一下 所以肥老他在庭上 各位到處看看 看看自己家人 是否在 今次終於 見到廬山真面目 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很清晰 大家知道 發生什麼事 亦都知道 這件事 最後會 是怎樣去審判的 雖然 肥老說 Lock Guilty 不認罪 但是 拖時間 如果你說Lock Guilty 就可以什麼事都沒有 這個絕對不可能 還有 今次 我看到有關的訊息 其實 最主要是 在哪裏 會找到資料 和證人的問題 這個證人 很重要 包括AD的前高層 姓張 還有姓陳 還有骨格清旗 大家知道骨格清旗是姓什麼的 這件事 其實 會看到 他們的作工很重要 會不會到時候上班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看到 他們是 最親密地 去知道 究竟肥老在當時 玩過什麼 做過什麼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 肥老好像這次被人 說得不好聽 因為是形容詞 不是真的 是剝了衣服 剝了鞋 暴露在大家面前 看到更加多的資訊 是不是 SKY 看到很清楚 現在 我看到這麼多人 都做了證人 對他 我覺得 真是很英明的抉擇 因為始終 他都是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 其實是最大的惡極 那些人既然肯 做翻譜點證人 指用他 我覺得 明智之舉 真是明智之舉 這次很特別 看到好像和家人非吻 還有 有回憶 還說叫他頂住 那頂住什麼 當然要頂住 頂住繼續上庭 保持健康的身體 繼續 受我們的法律審訊 最希望 將這件事好好地審訊 然後得到滿意的結果 那現在 相信香港人 是最開心和期待的 我認為 是嗎 是啊 什麼叫滿意的結果呢 A軍 什麼叫滿意的結果 A軍又繼續說說 恐慌的指控 這個《山谷日報》 就在2019年6月之後 期間 爆了最少三十幾單的內容 是被指 針對中央和鄉島政府 例如10月就刊登了 那天 和變勇士 政權 逼我進化 內文提到 他們已經變成了前線勇武 甚至已經衝破人命傷亡這條底線 什麼叫衝破人命傷亡這條底線 上庭再說 這個改變 並非出淵字 而是政府逼成 好了 接著還有很多 歌頌一些 那些 動差人 甚至搞市民 那些人 那些人 又說 和勇不分 郭思琦姐 這樣私了 即是濫用私刑 私了的意思是濫用私刑 但是受到歌頌 那麽呢 讓人識怪 哈哈哈哈 好了 這件事當然要加上 六尺四 所說有份參與 我講參與 很廣泛的 那天走過都可以叫參與 我沒有說你主導 是的 就是六尺四有份參與那個721那件事 事後呢 《山果日報》呢 竟然這樣 刊登了說 一次過變黑又行 逐漸變黑又行 黑曬 這樣呢 去形容警方 而另外呢 就說了 有一個廣告呢 就說 他殺死他他他他和他 警方有殺過人嗎 在整個事件裏面 這件事呢 我真是很想 荔枝營呢 清楚地解釋 這些屬不屬於煽動 我問問題 我沒有說他是 我是看完之後 我知道警方沒有殺過人 而他寫的東西 是和事實不符 所以我是很想去看庭上解釋 交給大家 怕過界 是啊 冷靜點 我也想解釋一下 他怎麽樣做圖 那些呢 將那些圖片呢 又怎麽樣切割 又怎麽樣 怎麽樣經過呢 那些又遮了 那些又禁了 然後剩下那些呢 大家最想看到的畫面 就說 哎呀 你們警察不對了 那些 然後放大一圖呢 發覺呢 幾百人圍著 一個警察 就說 這件事真的很厲害 這些報刊 做這些呢 做圖呢 就真的非常好 很難跟他們比 但是呢 要說到蘋果 真是厲害的 他們的做事方式呢 大家都有眼所見的 搞到香港怎麽樣呢 整個 很多樂壇 娛樂圈呢 都被他們搞到屎了 那為了想 為什麽呢 其實我想過為什麽 但是主要是希望大家 沒有其他娛樂 集中在做什麽 搞政治 集中當局搞政治 這個都對 是的 這個是我 這個 任何呢 就是講正經事的人 都要被他醜化了 令到A君 想起很多年前 就是有個 流星的一個新人 就被一些雜誌 叫他讀樓 是的 沒有啊 你對那些年輕人來講 或者老筍還沒生 你不用講理由的 啊 總之大家一起 好玩 一起去踩人 那就可以了 不過他動的那些呢 都是呢 就 對香港有貢獻的人 就給一些 負面的標籤他們 叫那些 友仔一起發起 群眾的煽動 一起欺凌 這樣 這些 喂 小學二年班開始都知道了 真的不知為何樂此不疲 現在交給大家 這一件事 我們看到 劉慧卿 很多所謂 自稱泛民的人 就是 好像開嘉年華會 就是不知道 到審了之後會怎樣 這一層真的 不太清楚了 又會燒到他 叫他打卡的 啊 這絕對是 我想燒到他 可惜沒有 有點失望 這次呢 他們那些老鬼 上了神台 就說 給年輕人參與 其實是自己縮沙 縮到不需要 還可以留在這裏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不過我相信 若然未報 時辰未到 很快的了 這次其實整個案 就不像陪審團的 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 道理兵 李素蘭 以及李雲騰法官 就負責審理 其實整件事 我們看到之前 就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包括 就說 喂 你這個檢控的時限 就超過了 諸如此類 又說 喂 控方那些罪的時候 也不對啊 搞了很多大龍鳳 結果的時候 不是又要開審 你拖時間 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最終的好處 就是那個律師 對不對 當然 賺很多 絕對 還有賺的錢 就 我知道 肥佬很多錢 但是這些錢 只是不想留給家人 自己想想 看完他的樣子 就肥變瘦了 希望 就像龐貝奧一樣 瘦到現在影子都不見了 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將會發生什麼事 請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趕起台和大衛常的頻道 和大家聊一聊 好了 這件事 大家還要補充一下嗎 我們去下一件事 A君Sky 我們往後有更多補充 先說這麼多 因為 好像來了 怕過假 我也知道 就算不能說 很辛苦 許智峯那件事 什麼時候可以代價回來 大家不知道 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 接著 Itern 旁邊的觀眾 我們一次過說 半個小時 大半個小時 不可以扯得那麼盡 扯得那麼盡 我們怕台也有事 所以我們 我們是非常小心的 另一件事 我們看到 香港的租金 就開始降了 而且降價也很厲害 跌了差不多一半 大家都有看到 某一間桑拿中心 又不要開名 租了旺角的五層巨舖 這個高峰期的時候 就有一間電器行 成租的 四百萬 現在就變成二百萬 減了一半 有請A君分析一下 多謝A君 不要這樣說 分析一下 我沒有說任何事情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轉型 不要說是街鋪 商場竟然 都可以有吉鋪 現在去到商場 一兩個吉鋪 沒有所謂 所以商場不會減價 因為一減價 減了租金 第一 可能為你挽留了一兩個吉鋪 但是 就會令到整個估值都低了 整個估值都低了 整個估值都低了 整個NAV都低了 這裏就要給一些 財技概念也好 什麽都好 十多年前 就試過 試Facebook 不知道 天價買了某個獨角獸 天價 很多人都說 怎樣值 但是 行內人就知道 原來手頭上 有N個類似獨角獸公司 但每個人都找不到合理的估值 去判到這麽高 那這間 抹了一間 去到老年那麽高 手頭上那些 就全部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抹價 這些就用在大機構那裏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說 不是那麽多舖在手 不是那麽多舖 可能只有十個八個而已 那就 一個月的cash flow都很緊要 所以就真的 去到被迫降價 這件事都很麻煩 但是我猜 那個舖 不知道是否已經供掉了 如果供掉了的話 減價可以浪很多 未供掉的話 你減價 銀行可能真的要找你了 類似的狀況會怎麽樣呢 香港近來的生意需要轉型 尤其是有很多店舖 在復償之後 就重新來過 最明顯的上水 上水那些藥房 其實都 這一段時候都接得很厲害 因為 就想著 複製19年之前的公息 但是現在真的轉了 譬如說 電器舖 內地的人 自己都已經改了一個習慣 去到電器舖 看看東西 就不就手摸一下實物 然後再網購 所以可以說 我們香港 接下來 有黃丁 你就是見 10月31日 放了煙花 這樣離開 還有 有一定的消費 但是 新那批人 那個消費 的模式 是怎麽樣呢 這樣就不能夠再拿回一代之前 我說一代之前 不是很遠 四五年前 已經是上一代的人 購買的作風 就要更加了解這一代的消費者 他們需要些什麽 交給大家 這一代的消費者是完全不同的 那大家知道 現在 香港 到現在為止 華為的店舖 都非常之少 好像只有一個體驗館 還有 沙田 還有旺角有間維修中心 只有這麽多 沒有了 買手機很簡單 上網網購就行了 很多情況都是這樣 那這些環境 是否代表 市場完全變成了 消費模式 我自己覺得是 包括 買車也是網上高 搞定的 你要買車 我看好了 上網訂購吧 麻煩 下訂金再去拿 就是這樣 買車也是這樣 大樓 買一層樓分中也是這樣 但是 我現在看到 香港的整個情況 很多人跟我說 香港的樓 根本就不值那麽貴 你這麽貴的樓 這麽貴的租金 這麽貴的租金 其實是沒什麼 羊毛出在羊身上 樓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你說你的股值有多高 玩到沒得多厲害 其實都沒什麼 只是回歸回正常的狀態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這樣 Sky 是的 我看到現在 好像之前那樣 我看到很多吉舖 租給人家山科場 說真的 你都要 有時候都要降下價 否則你拿著那個價錢 真的很難去營運 我剛才的節目 有沒有說過 我不是說過 關於一間中標譜 在銅鑼灣 Times Square 對面的 它本來的鋪租 就是200萬一個月 當然 以前做的 中標譜 你知道內地遊客 進去掃幾隻 這樣掃的 但是這幾年真的很慘 但是落到租的這麼貴 他就決定不再租了 最近有一些轉變 竟然業主 就漏回那個租客 就說 其實我們可以便宜給你 便宜到多少錢 30萬一個月 嘩 減了多少 那既然30萬一個月 就嘗試一下 又再做 其實也好 你再落到這麼高的話 其實一路就蝕下去了 現在你看到十七九空 對香港 對任何人的形象都不好 我真的覺得 有個消費形式是轉變了 網購真的大行其道到 買餐送都網購的 你想想死不死 那家事都會被人頂爛屎 所以真的要想一些新的模式 就好像剛才我說過 那家什麼超市 買隻雞買一個星期送 便宜很多 原來其實 變上了入會費是很高的 其實就是 就是另外一種方法去給你錢 有時候要想一想 其實是否這麼好 第二 我們旺祖就是那個快帝 那個快帝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每個人是很渴求的 我覺得快帝加得很厲害 那個快帝的金額 說賺一賺東西 又不知道幾十塊 可能比原本的價值更貴 所以這方面 也有些失衡 我覺得是要有些轉變 否則便便利益了某些人 有些人就永遠得一個造字 最後就是 把所有錢都給他們 所以真的要想一想 這件事 是吧 大家 這絕對是 未來的經濟 我想香港都會進行一個 極大的轉型 大家拭目以待 A君還有沒有補充嗎 剛才最後 Sky又說了 就是有些快帝的事情 其實 如果香島不是這麼地產商主導的話 我相信商場裡面 都已經有很多的櫃 就給大家去用 什麼櫃 大家都知道 內地就很流行 比如一些速遞 智能櫃 是的 就等到智能櫃那裏 那裏 就等下大家 不用送到上門 因為他們只是送到商場的智能櫃 就省很多成本 大家去那個櫃那裏自己拿 但是香島 由於那幾大地產商 就要養活自己的店舖 所以就不是很積極地擴展這些櫃的業務 令到香島的網購 就有一些人為的障礙在這裏 嗯 印度 是 應該多元化一點 我就在內地生活 大家知道是中山的 我們見到7-11裏面 其實都很多收快帝的 內地都是一樣的 很方便的 我們就有一間美至頭的便利店 很多時候有收快帝的 還有很多什麼 逆站 左逆站 右逆站 也有收快帝的情況 在小區裏面也有很多 其實這個統一管理也相當不錯 在香港也有這樣的情況 我記得那時候住在西灣河的時候 看到很多有關某寶的快帝 就在那裏把貨物運過來 其實這些是很大生意的 還有某寶、某冬等情況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亦侵蝕了很多店 很多朋友說 現在商場沒有人走 內地經濟很差 其實不是那麼差 尤其是有一件事 我們其實也很行 Retail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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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近有一宗大新聞 我也想找機會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哪一間 馬雲那間 那間就沒有了一個最主要的持股者 這件事挺特別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不過大家留意一下我們港理台的 雖然我不是港理台的人 但留意一下港理台的 星期六日的財經ABC 應該都會說一下 這件事其實挺值得說的 我也要找一下方先生和大家聊一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因為現在就結了一條數 2024年 剛剛開始 2023年我都不算大豐收 不過都頗有斬莫 一點 其實現在國家的整體發展 真的非常快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補充 我們就不如說說台灣選舉 好嗎 沒有啊 什麼時候選啊 Exact 日子 應該是1月13日星期六就選的 OK 我想回去 我想回去台灣去看看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去 所以我就沒有得投 因為之前我一直都沒有搞到有關的情況 那麼1月13日那天 就開始去搞事情 還有從今天還是昨天開始 就不可以再公佈民調 大家知道現在是倒數十天左右 那就來了 今天呢 是由1月3日開始 就不可以有任何選舉的民調 而且我們看到 之前 未決定 投票的議員 比例大概有15% 這個數字也挺正常的 亦都表示 很多台灣的市民 都很久之前就決定要投票給誰 由11月24日 即是3位 地區領導的參選人 正式登記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做了選擇了 現在目前呢 根據最後一份民調 最後一份民調的資料顯示 我是陳述的 雖然呢 我就不會回去台灣 或者不會回去台灣 但是如果或者回去 都不構成什麼的問題 講回之前的數字 誰排第一呢 A君知不知道 不是舔東西嗎 舔東西排第一 沒錯 第二呢 第二呢 第二就是 阿厚Sir 沒錯 第三就不用說了 當然是和我同姓的位 姓我的位 但是呢 今次的整個情況 我就覺得 對於我們中央 影響這次地方選舉的情況 一點都沒有小到 還在搞一會 還有的時候呢 今次阿厚Sir 會不會想到 其實真的不是很樂觀的 老實說 原來呢 大家都是一憂之樂 包括 乃野 在這裡姓賴 真的姓賴的 就說 他爸爸留給他是貧窮 這麼有錢 叫貧窮 你爸爸真的留了很多家產給你 對不對 另一方面呢 阿厚Sir呢 也不想要揭發 也不想揭發 但他就不揭發 這單是不揭發 說他老婆呢 有一個公園 用很貴的 價錢租給學生 那麼呢 趙小康就說 喂 你不喜歡文件可以不租 甚至你不投都可以 那麽結果 得罪了很多人 聖鵝那位 就經常說 其實我的文化很高的 我自己拿出來調查的文調給大家看 我排第一的 你信不信 我就不是很信 今次 整個選情 我有朋友在 高雄 過來香港探望 是一位中學的 同學仔 他是讀日文系的 這次的台灣選情 是很悶 英文字母悶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知道結果會怎樣 還有很多人 就廢時頭 反正姓賴那位就很大機會了 口sir就沒什麼機會可以上 所以他們覺得 頭不頭都是這樣 反正多我一票不多 少我一票不少 但是大家不要懷疑 他是姓黃的 他不是姓黃的 他也不是姓綠的 他也是 快快手手統一算 因為你玩來玩去 始終都玩不出什麼花樣 你看到 政治質素 和所謂的候選人的質素 低到無可再低 這個就是 最近看到的情況 Sky又笑了 誰先說 Sky先說吧 是 不是 我不知道 剛剛我看到我台灣朋友 突然間回到台灣 伊朗回去了 原來就是選舉 他也想回去看看為什麼 我問過他 他說 大家都是一擔監 一擔監 沒有什麼就好了 一擔監那麼壞 不過我朋友曾經說過 其實他想統一 他自己作為台灣人 他覺得統一其實是好的 對台灣是好的 你經常這樣搞來搞去 你搞都是人民的 你玩政治你落到多少錢落袋 但是苦的呢 人民這麼多年都得到什麼 什麼都得不到 一邊說支持你 到最後 全部都是廢話來的 因為根本沒有幫過大家 就是 求你選票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 過了之後 什麼都沒有 其實為什麼台灣那麼窮 越來越邊 其實以前不是 我看到都挺好的 曾經 其實我覺得 是 最好就是回歸 那就最好 一定有事都會幫你 起碼 不用你搞成這樣 現在 我覺得是 真的搞了一堆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矮君 加入你先 還有 最後一樣 那些台灣人就經常吹 說怎樣 癡老美好 你台灣 厲害 都厲害不到 好像日本那樣 那現在日本又有多好啊 日本最厲害的 就是給老美 怎樣陰它 怎樣吹到 日本有多厲害的時候 就在這裏屈你 趕場協議 怎樣吹你 東之西之 那你跟這個大哥 你為什麼呢 你跟這個大哥 你小的時候 就嫌你 阻定 你大的時候 就嫌你 就嫌你 影響到它 還有 你搞到最后 你經常在那裏說 自己怎樣去毒辣啊 那樣 你毒辣到嗎 你到最後 不是又是聽它 怎樣 聽它怎樣 是不是 為了 有任何利益 給到你自己的賭民的 是為了他們的利益服務 你是隨時可以被犧牲的 那些你以為真的動起來的時候會派一個美軍過來嗎 耳朵那麼大鑊都沒派了 睡醒了嗎 交回給大家 還沒睡醒的 我老實說 台灣人睡醒就真的比較難的 不過 有點無奈 對於台灣的人民來說 在沒得選之餘 以及被人騙了那麼久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都說得很過癮的 看看 一個叫中國時光的網台 他裡面寫了一些文章 其實也挺有意思的 他說當我們國家窮的時候 台灣省經常都在說要反攻大陸 對我們的漁民 對大陸地區的漁民 都非常不客氣 到了 我們逐漸強大了 就一直在說 我們在欺負他 喂 哥仔 你是不是思覺失調啊 其實 統一當初你強的時候 你都想 現在 我們真正在經濟上的 或是文化上的復興 你就說不肯了 你說不是玩東西 既然是這樣 很簡單而已 我們有習主席說了一句說話 台灣 一定會統一 和必定會統一 這個統一 我們也有很大的期望 我最近在大灣區尋報 就有兩位台灣的朋友 都要回去投票 他們的投票 其實都挺有趣的 會不會去投給某些特定的人選呢 我相信他們都會投給姓侯的口Sir 那位的 但實際情況我們都要看一下 但這次老實說 誰上來 真是與我河崗 對不對 其實都是看一場戲 還有這次 所謂的台灣地區選舉 我想都是最後一次 會不會呢 我期望是最後一次 即是在 回歸之前的最後一次 OK 那就最好了 始終我覺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大家聽我和港理台那邊聊了那麼久 大家都很清楚 不再聚訊了 好啦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試下幾分鐘了 差不多時間了 多謝大家 支持大衛上的頻道 以及港理台的頻道 記得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支持 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